我1月31号不是跟你们讲我要搬家吗 现在弄好了 但问题就是 这搬了一个多星期 我连游戏都没碰过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这一个星期没玩游戏的 我到底能有多猜 这波我是刚从超级中心出来 没想到这机站就偷偷复活人了 现在不倾入他队友的位置 我们先拉开距离 飞到机站后面 看着麦 这儿还有一个 但我当时打的时候没注意到 因为他没露脚步 我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在脸上这个人 而且完全没看到 小地图上的三个脚步 这倒是我一回头就遇上了爱 还好我反应快开的时候飞跃 脚底下这个明显没搞清楚我的位置 先开榴弹轰他一波 飞起来了一个 咱们这时候不能落地 要一直摁着飞 落下去可能会被他的榴弹炸 但是在空中就不容易被炸到 这根本切了个榴弹炮出来 但看我在天上一发都没开 这一队就剩最后一个了 现在人就在我脚下 这个二楼的是另一队的 二楼这个小崽子还把我人头补了一个 等我打完这脸上最后一个 我必须去安排他 人还在楼上没走 咱们恰哥雷一会儿被他嘴里 预判失误了 看他这架势我以为要来冲楼低口 结果是跑去了右边 队友还支援过来了 奖励他给连打带补 再飞出来给他嘎了 哥们有秒武器 混眼给他补了 打完先过的时候 居然被激战的一队人 拦下来问我要过路费 我说我不给 他飞上了还想要跟我动手 又是带秒武器的小可爱一枚啊 咱们看 现在激战是亮着的 等我扫完 这个人一缩了之后 激战就黑了 咱们来看看 这个火箭小子复活了之后 想跟我怎么打 好家伙 哥们是直接想让我 把他到靶子打呀 倒了 直接顶过去 捕了一个 又炸倒一个 那这队还剩最后一个 咱们从这边的门口落下去 看他们打他个背身 秒武器 下去给他捕了 秉承着我一个星期 没玩过游戏 不太想惹事 只想安稳吃个鸡的思想 我又抓到了一个满兵队 这二楼有个他队友 剩下的两个 一个在这 一个在基站 我们先不管这么多 先把他楼顶上 这个带秒武器的队友 给他捕了 完了也别跟静点 这两个打 直接开飞越过去 把他基站落单的队友抓了 你们听 跑出去了 这哥们胆是真小啊 直接趴地上了 咱们别一下子给他捕了 这样他队友就不来冲我们了 慢慢的折磨 你们听 这不就过来送了吗 有没有武器 先给他捕了 现在就剩一个在二楼的AOG了 这兄弟看起来也不太聪明 咱们可以直接上去冲他了 打完这个人就到绝对圈了 这时候我在独外 正在开车进圈 圈里面就剩了一只 唯一的满编队 而且他们也知道我的位置 我正前方已经有人开扫了 但是咱们车还在往前走走 因为刚才路过的那个厕所 并不在圈 经过这波扫车 我也大致明白了他们的枪法 反正打我是一枪没动 我是想先补收集值的 结果这哥们太嚣张了 我没忍住 给了他一梭子 这人秒武器 倒在草垛后面了 面前还有个正在杆拉过来的 但这一梭子没给他秒掉 这一波稳健的打法 是先补充自己的信号值 再去跟他们打 但是如果我补充信号值 对面之前被我打倒的 或者打残的 肯定已经自救起来 或者补充好状态了 所以这一波咱们直接开榴弹 把之前没打倒的 幻影猎手给他炸倒 刚才打倒这个草垛后面的 应该也自救起来了 往眼里轰两发 两个都倒 这儿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先打药 他们一下倒两个 肯定也不敢冲我 索手的幻影猎手自救起来了 我这一说的没给他打倒 是有点看不懂的 不过还好 他这队友自信干拉我 又被我放倒了 咱们换个位置 把刚才那个幻影猎手 给他补给枪打倒 现在一打一了 不清楚位置 先飞起来看一波 人就在草垛后 咱也别着急打他 先给他队友补了 跟他玩吧 这哥们现在肯定心理压力巨大 所有人都在期盼着 他能打过我 但是我就喜欢让他队友 体验一下期望落空 是什么感觉 视频做到这的时候 我还反思了一下自己 为什么 不让他自救起来 再打他一遍